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币价格也有所下跌 目前在4.663附近徘徊 黄金价格继续冲高 并创下7年以来的新高 目前报价1619美金 昨晚美国三大股指表现欠佳 出现了轻微下跌的情况 昨天中国上阵指数上涨1.84% 占上3000点关口 那最近我相信大家在微信朋友圈都被这样一条微信文章刷屏 题目叫做4000亿蝗虫肆虐 一场灾难正在发生 那我最近也是经常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文章 像是蝙蝠铺天盖地侵入澳洲 25年罕见蝗虫灾害肆虐非洲 联合国呼吁紧急援助 还有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新冠状肺炎疫情的实时更新的报道 都让人感叹啊这个2020年到底怎么了 那之前啊我在我们GoMarket的网课上呢 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庚子年的说法 根据古人的一些说法呢 这个发现啊每到庚子年自然灾害就会特别多 一些大事件呢也频频发生 所以民间呢也一直流传着庚子寓言 庚子之灾 庚子大难等等的故事 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 Coco你怎么着啊 也是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 怎么会相信这种无望之词呢 那我首先要声明呢 我一开始啊确实是不信的 但是呢我要查事实查依据 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在上一个庚子年啊 也就是1960年的时候 中国开始了维持这个三年的大饥荒 受灾面积啊达到了耕地面积的60%以上 在199、1900年 八国邻军呢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 进犯北京 这场动荡呢也被称为庚子国难 而在1840年 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西方列强啊用炮火轰开了清王朝大门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庚子赔款 也是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而这些呢仅仅是最近三个庚子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网上继续查一下 类似这样子的年份 在其他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事件 当然啊我在这里呢 并不是说是去鼓吹 庚子之灾的这个说法 让大家去相信 而是说如果这个庚子年 真的存在60年轮回的状态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应该怎么思考怎么做 就以这次这个刷屏的蝗虫或者虫灾为例子好了 那4000亿蝗虫啊在北非山洞山洞翅膀 就能在金融市场引起矩阵 因为金融市场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啊 感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大事件 那作为普通人 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呢 那说老实话 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 我看到这一类新闻呢 其实已经养成了一定的职业习惯 我呢会首先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影响是直不可控的 还是会影响全球难以控制的 第二这个影响会持续多久 一个月三个月半年 还是一年甚至更久 第三这个影响啊 会不会对部分资产价格造成一定的冲击 会有多严重 那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这个投资策略呢 那在经历了这个前几年的 金融事件的这个黑天鹅之后啊 我今年对于大部分的资产的板块 依然不太看好 buy and hold也就是买入并长期持有的交易策略 而是觉得在一定的时期啊 一定要适当调整好自己的策略 如果比如说我们这次的疫情灾难好了 很多资讯渠道从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一直有这个唱衰论 那我们反过来去思考 刚刚说过的三个问题 第一这个影响是直不可控的 还是难以控制的呢 那首先我觉得啊 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一次的灾难 是全球性难以控制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进一步思考价值的 大家赶紧想想怎么逃去深山老林保命要紧 既然人类要完蛋 那赚再多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啊我觉得在这个事件的思考上 大家需要乐观一点 这个事情是局部可控的 但是呢牺牲会特别大 那第二个呢 这个问题会这个持续多久呢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月肯定是不可能的 例比于像是SARS的非典疫情 我觉得三个月也就是到四月底 是比较合适的 那第三个问题 哪些资产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会有多严重呢 我们知道毋庸置疑 目前情况下 餐饮实体零售 旅游航空肯定是首当其冲 影响最大的 那下一个呢 那像是我们知道的这个交通啊 目前运输都是处于停滞的状态 石油的这个需求量也会大幅度的降低 由此呢造成石油价格也会受到大幅度的冲击 而相对应的反方面来说呢 酒精的需求量就会大大增加 在隔离防治之后啊 我们知道最首要的任务 就是对于隔离场所和区域进行消毒 而在疫情之后的很长时间 我相信人们的这个居家消毒的习惯 也不会也会继续延续 这个呢就会造成酒精需求量的大大增加 那我们知道啊 酒精的这个原材料 其实就是玉米 一般来说啊 我们说常规的玉米 一吨玉米能够生产 差不多360多公斤的这个酒精 玉米的耗量呢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啊 玉米的库存产量 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 中国能源局推广 推广了这个扩大燃料 乙醇的生产和使用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乙醇啊 加进汽油里面 用80%的汽油 加上20%的乙醇 来达到90%的效果 那当初的目标呢 是在2020年全面实现 乙醇酒精的使用 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光汽油消耗的乙醇 就需要达到1500万吨 折合玉米是达到了4500万吨 根据这个路透社啊 在2020年1月的报道 中国的玉米储量呢 已经从2017年的2亿多吨 下降到了2019年底的5600万吨 那原本我们说啊 乙醇汽油的使用 其实是另外一种 节能环保的方式 但是谁知道 在这个时候呢 偏偏爆发出来了 新冠肺炎的疫情 导致了酒精的需求量 大大的增加 所以我们再说 加上这一次蝗虫的灾害 不管是在美 非洲还是美洲次肆虐 但毋庸置疑的是啊 这个势必会让世界农业 掀起轩然大波 那我们都知道 澳洲啊是农业大国 它的种植技术呢 和种植面积 都是占据世界排名前列的 那我们作为投资者 看到这样子的信息呢 首先就要去看一下 澳洲的农业板块 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吗 目前啊 澳洲的ASX板块上面 上市的农业股 一共有36只 目前所有市值的总量 为180亿澳元 那值得其中关注的呢 其中一只 有一只啊叫做 叫做这个 Green Corp 股票代码GNC 在1998年的时候 加入了ASX 是ASX目前上 最大的纯农业的公司 公司呢 主要目前经营的 有麦芽 股类和油类 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呢 拥有最大的股物储存和销售网络 那公司呢 目前也在海外开展一些业务 过去啊 这个公司 52周的股价范围是 在7块到10块钱左右 目前的股价呢 是在8块3 那另外一家公司啊 叫做New Farm 股票代码NUF 是一家农作物保护和种子技术公司 其中呢 主要作物保护的产品 有除草剂 杀虫剂 杀针菌剂 那另外的这个 种子技术业务 包括油菜籽 高粮和这个香蕁葵等优质种子 那New Farm呢 是澳大利亚这个 作物保护产品的市场领导者 在全球范围内啊 像是欧洲 美洲 这个亚洲 都拥有大量的业务 它呢 目前在澳大利亚农药生产市场 占有55.7%的份额 第三家公司呢 也是我们去年啊 在12月份 在同样的YouTube的频道 公开推荐过 当时推荐的股价是2块4毛7 目前啊 是3块1毛7 公司的产品 有像是这个蘑菇 蓝莓 柑橘 香蕉 西红柿等等 那其中呢 大部分的姜果和生产啊 在澳大利亚排名是第一位的 那这些产品呢 除了这个 销售在本地 像是Cost啊 Walworth啊 Audi之外 也有出口到海外 那过去52周 它的价格区间 是差不多在2块4到5毛5之间 最后一家公司呢 它的股票代码是ING 是澳大利亚最大 也是新西兰第二大的 加禽加工企业 它呢 还拥有一家饲料公司 那根据Ibis World的数据啊 ING呢 在这个加禽加工行业 占有了27.5%的市场份额 所以呢 它的市场影响力啊 也是非常强劲的 这家公司呢 也会在今天发布2019年 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 过去啊 这个52周价格区间是在3块到4毛8 3块到4块8之间 目前的股价呢 是3块6 那结合这些信息呢 我相信啊 也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思考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